这种阴性接触镜呢 它的优点就是 我们一般是晚上佩戴 通过它的记忆性和可塑性 那么角膜压平到一定的范围 第二天呢 它一整天都可以保持 很好的裸野视力 它的缺点就是 这个阴性的接触镜 这个硬性接触镜 它也是跟我们角膜接触的 如果说佩戴着 护理不当 或者说没有定期按衣竹 来清洗更换镜片的话 容易造成我们角膜的病变 比如说 叠斗角膜炎 或者角膜感染 而且呢 我们角膜塑性镜 它能控制的 我们镜视的度数是有限制的 一般是600度以下的镜视 或者150度以下的散光 角膜塑形镜又叫OK镜 其实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隐形野镜 但是它跟我们平时所戴的那种软性的接触镜又有不同 它是一种硬性的透气性的接触镜 它的设计比较特殊 它是一种逆几何设计 它的这个镜子中央部是平坦的 周边是陡峭的 那么这个镜子我们戴到眼镜上的 因为它比较硬 所以它通过这种压力 还有泪液等等 可以使我们脚膜塑形 从而可以控制我们的视力 它的原理主要是通过把我们脚膜的中央部压平 压到一定的弧度 从而暂时性地降低我们的镜视度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